立法院总预算案陷入僵局 立法院长韩国瑜为求圆满 上述才吃了和解饭 但行政院长卓荣派到场仍然坚持 不能开先帝 也没提出妥协方案 过了整整一周总预算案第五度卡关 卓荣派甚至喊出申请失线 让再也不满开炮 行政院失线事上瘾 只要是不合行政院 心意的就要拿去失线 民进党似乎把大法官当成自家人 以为宪法法庭是民进党开的 真正在党预算的就是行政院自己 有点小狗大叫的感觉 叫得很大声 但实际上的行为却很小 事先他们除了大法官是律游游之外 他们没有任何的把握 所有法院的依据 原本针对原初民进法补偿争议 从行政院到民进党 立冤党团都说有备案 但如今总预算案在新僵局 卓荣派抛出视线方向求 来尾之意 民进党只有诚意朝野和解吗 大法官好像是民进党的户水组织 不是要寻求朝野和解的方式 进一步的朝野对抗 请民进党不要玩两手策略 卓荣派一方面说要视线 民进党的党团又说要和解 只能玩黑白油 那也痛批民进党大玩两手策略 根本没想朝野和解 只想整治操作 但眼下政院不让步 立法院敲定下周一和下周四 继续协商 欢迎民进党就赶快去提 看我们看大文会议会不会变成 全台湾全世界最大的效望 行政部门可以要求大法官解释宪法 但你怎么跟原住民农民 以及医护来解释说 你没有依法编组相关的预算 总预算案持续卡关 卓荣泰一句是线 除了家居朝野对立局面 也让百姓想问 难道大法官真是绿营 压乡王牌 微不违宪 都是民进党说了算 最终的天气信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